呛呛三人行 诶 佑婷 给你介绍 这还是咱们节目头一回 请来陶杰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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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跟我介绍什么 香港四大才字 我还说不是 马老师也说他四大才字 马家会排第四吧 他老哥第一 洞文涛第二 梁文道第三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 我都知道他原来都不叫陶杰 叫曹姐 我姓曹 对 所以在香港是有年头的 而且我觉得他是有点这个什么的 有点应该是英国余孽 对对对 在英国多年 英国多年 十几年 十几年了 所以平常写的很多文章 杂文 散文 真是值得一读 陶老师 满腹经论 汉奸 没用 汉奸 那我现在想 你这个见过阳世面的人 要来评价评价我们的土现象 今天咱们谈一个事 谈一个事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 上香港报纸了 福建 福建 近江 老板 嫁女 我先给你看看照片 豪气 嫁妆是两个亿 股票一个亿 这是什么各种种种一个亿 你看一栋别墅四千多万 这劳斯莱斯奔驰不在话下 你再看下边 这婚车 婚车 这车看了都发婚 来再看下边 哇 这是这个 很有气氛 白酒 你知道吗 这是个仓库 这是个仓库 这是娘家的 很有品味 画户朽为身心 这是其中一个F厅 你看到没有 其中的一个厅 F厅 还有ABCD 对对对 再看下边 这是新郎 新娘 郎才女帽 真的是吗 再看下边 又婷 这主要 这跟少世民谷一样了 我看的是那个手竹 对吧 你像我看那个 那个亮晶晶 一路从手腕到手臂 这就是到手肘 所以 现在我觉得 对这个丈夫来说 世界上有一个美好的地方 就是福建 近江 这个地方原来有这么个风俗习惯 就是你新郎 你哪怕借高利贷 对 借十万块钱 我娶你这个新娘 只要我给你十万买嫁妆 真结婚的时候 娘家人要双倍的返还 是当地的习俗吗 对 一千年的习俗 就是福建近江 我为什么有这么个感受呢 你也当过新郎 就文韬 你这次请我来 就请对人了 我很多年亲第一个女朋友 就是近江人 哎呦 我那个时候好纯情 我不知道啊 这近江人啊 这个婚嫁 女的一定要非得要嫁近江男人 在那时候啊 她把我寻开心的 我不是近江人 你知道吧 你是男人 那近江是很多美女的 我是香港人 但是呢 这个原籍广西桂林 结果到后来说 我不能嫁你了 我要嫁个近江男人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原来 我们家里都是 门当户对 而且 我的那个男人是 很穷的 没钱 说没钱 你嫁他干嘛 我给他贴钱 我给他贴了 那是现金二十万 加一个房子 我说哎呦 这怎么行呢 对不对 不是亏了吗 他原来他们近江的习俗 是女生 一定要给嫁装 跟今天的印度人差不多 那是习俗问题 面子问题 如果你这个嫁装 嫁装给的不厚 父母没面子 你嫁到男家以后 也没地位 以后婆媳关系 就有你好受 真的 哎 这个是他们一个国情 但是是风俗问题 还是他跟你的感情问题 他为什么 就是感觉要嫁一个那样的 还要到 十几年后 我们用这个两亿嫁装 可以证实是风俗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心里不平衡 我心里想的就跟你问的一样 这个是个借口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看 看到原来是真的 心中大使十几年 把我一个心结解开了 终于解开 所以我要谢谢窦大使 别的话题你不要找我 这个问题你可找对 真实 把我一个心头大使放下 他还是有亲身经验 那挺好的 你看现在在内地结婚 男生都愁要买房 买车 没关系 愁的人想裸嫁裸婚的 赶快到晋江去移民去 你知道他们 只要有真爱就行 你知道就我刚才跟你说 就晋江发生过 就真正的这个事 好像是陈丽 他底下有那么个地方 就是南方 就是知道这个风俗 大家都要按规矩办 南方借了高利贷 借了这个十五万 那都属于是穷人了 借了十五万 娶这个新娘 结果娘家没有兑现 你知道吗 婚礼上啊 这丈母娘就昏过去了 听说这下亏了 没有面子 这个面子第一 是面子问题 完全是面子 再加上 他那个嫁妆也很讲究 不管是钱 最重要是金子 那些什么龙凤玉族啊 戴在手 那个一定要一对 为什么这个风俗习惯 没有什么安全感 因为呢 晋江呢 历史上三百年来 很多是飘洋过海 你看跑到菲律宾 现在就很多晋江人 几十万 对 所以他这个 他而且是那个是打鱼的 打鱼为生 拜是拜马祖 那么可能这个生活里头 那个风险特大 所以呢 钞票不相信 土地房产也不相信 金子 所以呢 这个要 这个给这个嫁妆啊 就很讲究金子 龙凤 玉差 什么 都是旧的 都是几百年来 这个又听 你肯定开心了 这结婚 他们说 晋江那个地方啊 婚礼上用的金子 不能 不是拿客算的 拿金 金 普通的人家 基本上一个婚礼 至少二三金 二三金的金 尤其现在 你知道 生活富裕了 对不对 通货膨胀啊 这金子打得越来越重 所以他现在出现这种 上衣的这种婚礼 完全不稀奇 肯定有 对不对 那你说这么富的 你怎么不到 晋江学不学不去 我当然不行啊 因为我是女的 我到晋江 女的就吃亏了 我就完全更加不出去 是你们开始 可以往晋江移动 那在晋江 那不女方 不就真变成赔钱货了吗 对 可以 他自己都这么说 那生女儿干什么 那不就赔钱货吗 是 那没办法 所以要追个儿子 无论如何 都要追个儿子 他们得把 就是如果你生那个女的 你就得把 这个所谓他的 叫你们说什么 就是那个男的 就不要变成你的儿子 所以赶快把他 希望他赶快娶你 娶你女儿 所以就用重金 把他买进来 你按说台湾 也有福建人的血脉啊 有 怎么没有把福建人 这风俗 我给学到台湾了 风险没有 不知道怎么回台湾 你看账面都知道 比方我们现在大诗人 于光宗 于光宗 福建永春人 永春就在旁边 永春全内 你看四个女儿 四千斤 为什么会生到四个这么多 追儿子呢 对了 于光宗 于光宗 我们得破产了 于光宗 我们大诗人 也是这么样 所以这个 就这看得出 这福建人 对儿子非常看重 所以他只是就是 这个两翼其实是 并不是把女儿捧得 特别高的低位 而是特别告诉你 我女儿是个赔钱货 我得赶快有个儿子进来 这蛮吊诡的 他听说 他们是有这一说的 就是说 所以我就 很多事情啊 你都可以从 另一个理论来理解 你比如说这样 我记得有个经济学家 他就说 中国讲究孝 他为什么中国讲究孝顺呢 你看照他这个 哈佛大学经济系的 他说其实是一种 古代的养老金制度 那因为就是通过道德 起到了养老保险 那因为通过提倡孝 这样老年人 没有退休金呢 你就老有所养 同样道理 就有人说啊 福建这个怎么回事啊 一般是儿子有继承权 就是将来分 分遗产 女儿没有分 但是呢 这是一种折衷的方法 嫁女儿的时候 对 把你这么多家产呢 也等于啊 你继承了某种财产 你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都有他的道理 你表面上看起来 其实我是不是更难嫁了 我的妈 这样本来 现在大家也跟我要嫁 装两个亿一天 本来想空手套白老 对 现在 你可不能到那去 天哪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像福建实施的 他们说啊 这一般人嫁女 这次这个是什么集团 他发了财了 几十个亿的资产 对吧 所以他能花两个亿 嫁女儿 但是你知道问题是 普通收入的人家呀 结个婚呢 至少得 他们说有几个档次 30万 50万 100万 对 这都是普通人家 就得要这么多 所以他们说福建实施 你看 嫁女儿 嫁妆一般上百万 最穷的筹几十万 想来不少人嫁女之后的 第一件事 就应该是申请破产 真的 你说 爱面子能爱到这个程度吗 是 它是个习俗 就是个风俗 世世代代就这么传下来的 所以在这个福建 这个近江呢 很多这个婚姻呢 是这个树木先行 然后这个爱情的质量 在第二 所以就往往 这个现身是很多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男的 就是说 父母之言 父母之病 没错之言 完成以后呢 他去出去做生意 做生意以后呢 就在菲律宾又讨了一房 很多都是这样 讨了一房 要把那个大婆留在家下 为什么非在菲律宾讨呢 那个近嘛 因为300年来 就是说那个近江人 去了台湾以后 然后呢 去菲律宾 最近 你看啊 这广东潮州 难一点的 就往南走 去那个马来跟泰国 都有地盘的 菲律宾的华侨都是近江人的地盘 等于这个泰国的华侨是潮汕人的地盘 马来的华侨是海南岛跟那个 那个那个广幅的那些人的那个地盘都分开的 所以这个近江人那个婆媳关系啊 非常的麻烦 怎么讲 十家有九户婆媳会打架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 可能呢 就是说那个风俗啊 比较迷信 福建人很迷信 近江 石师跟那个什么泉州 就连在一起 对 不能够说这个是不好啊 这么说 我们这个只能够说 它是个文化的特色 文化 你像泉州那个地方是古时候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 阿拉伯人 各种宗教的庙还有呢 还有那个拜火教 就金庸武侠小说里写的那种教 还都有 对 还有文化的地方 今天的英文这个茶叫TTEA 那个是什么话 福建话 这你台湾人也知道 你知道了 法文叫THE 上面有一瓶 也是 就是福建 就是泉州 近江大出来 所以不要说人家财大起初 人家是有文化 是有文化的 有文化 有习俗 传承才有 而且非常会做生意 近江 太会挣钱了 你知道我到那个地方去过 我跟你说 你要想知道中国现在的什么人红 你就从那个去往近江的高速公路上 你就看两边的广告牌 所有的明星 大台一线都在广告上 但是那个衣服的牌子 你也基本没听说过 你知道吗 怎么明星都跑那做广告去 他们后来讲 这个那有些起的那个名字 都是一个外国的名字 对 比如说做西装 他非给你起个什么 什么Lesting 什么的 拉斯丁 对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 丽莎丽 对对对 起个外国名字 然后找个大明星 砸很多钱 真砸钱 在上面做广告 这样 特别有钱 而且当地政府都说 说我们这个地方有钱 但是多的是守活寡的 就说 因为大家都出去 男生都出去赚钱 在外面 在外面 甚至就像他说的 到海外 很多是这样 但如果我有奔驰 又有马萨拉蒂的话 我可以守活瓜 我在近郊 他挺开心的 你还可以养小狼狗 真的 就随便你 养一个 但是他那这女的传统 对 做媳妇的也很传统 本身观念很保守 很保守 极端的保守 所以这个泉州 跟全国各地 不一样的地方 到了今天 所以一看这个穿金带银 完全是正常的 这也不能够说 一般我们按照什么 道德的什么 说他怎么爆发 炫耀了 这是有个过程 对不对 你真是给我一个启发 因为这个事 现在就是网络社会 一出来一聊 对 就是一个全国性的 一个批判 大家觉得就爆发户 是吧 先不要骂 对不对 你要了解这个 晋江 泉州 那个地方的 那个历史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凡是有个过程 对不对 要先富 而后贵 富呢 当然是 晋江富了这么多年 也没跪进来 还不够富 还不够富 那边的人呢 是有个习俗 因为呢 他们的人说 晋江的朋友跟我说 文化水平不高 到今天 还有很多那种 部落之间的泄斗 你知道吧 争一口水井 或者是争一块地 一个祠堂 图方式结局 双方 两个四组 四组 这个姓庄的 那个姓林的 很多姓林 或者那个姓诗的 打架 哪一个就是他的 拿这个 那个扁蛋 什么那个木头 或者打架 到了近年 还有这种事 真是很乡土的感觉 很乡土 所以呢 就有一只人 就跑到台湾去 然后就台湾南部 就吃槟囊的那些 什么民进党 什么这样 这个根子 就从这来的 从这来 所以这么立法院里头 打架了 打架也是 全宗人比较厉害 这个源流给接上了 源流啊 但是到了台湾之后 什么都一扔其咎 就把嫁女儿赔钱 这条给改了 好险 然后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又婷 你这个新时代的 这个台湾女了 你对你婚礼 有展望吗 有梦想吗 觉得你想往 而且我越玩家 每个女的不是 都有一个婚礼的 一个幻想吗 我还真没有 而且我越玩家 我越觉得婚礼 越简单越好 从以前觉得 可以摆个三四十桌 然后再到最后二十桌 到最后我想 亲朋好友参加就好 免烦 那要是光登记 连办都不办 那倒还不行 可能在五年后 我可能就说 好了 赶快去登记 有就好 要不要像香港那些 小青年 流行到巴黎去 照相 婚纱像 婚纱像 对 你要不上去趟巴黎 什么铁塔下面 摆个什么姿势 这样 那样 不行 我们在这个绿板前 你真是以台为家 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你觉得 很烦呢 是不是越老越怕烦 就觉得 要这么多张容起来 为什么要把自己搞那么累 我就真的自己幸福 我开心就好了 为什么要 香港越老越实在了 香港就实在了 最近不就是这么 搞婚宴 居然要人家给红包 那个新娘就说 你给500块 就别来了 不应该给吗 他说 你如果只给500块 你也别来了 他已经定了下线 因为这盘账 已经算好了 我没钱搞婚宴 让你们宾客 来靠那个红包 来给我集资 都已经明说出来了 集资呢 而且是帮生意 我办了婚礼以后 算一算 打打算盘 还居然赚他七八万块 你看这就有面子 我以前主持过 个婚礼特别有趣 男方是很有钱的 然后呢 女生就是 就是一个 就是淡荧光 目前的人物了 Anyway就两家结合 然后中间有个环节 就是叫 新郎新娘讲话 就可以 我们就想象 他们会感谢父母啊 谢谢宾客 大家今天来啊 这代表讲两句 接下来 男方就开始说 我旗下 现在有七个公司 目前上市了 有六家 而所有的员工 大概占地多少毫米 厂房什么 就像是那个 产品发布会 对很像 我想我是主持着上市 今天那个股票上市会 开始介绍资产 这叫路演 介绍了三十分钟 只差那个powerport 也没出来 怎么会这样 这个怎么会是重点 那他就讲完以后 爆热烈的掌声 哎呦 你现在 女方嫁得好 现在最近大陆 出事的都是这个嘛 前一阵不是说 到三亚的那个 说明星云集 山西的 什么梅老板 风传花了多少钱 等等等等 后来这个梅老板呢 请这个所有新闻界的来 他得澄清 他他怕事 他要解释 他说我一是为女孩的婚礼 第二是我们这个企业的年会 我就两好病一好 所以他本身就是个企业宣传活动 因为现在呢 资讯平台多 什么iPad 什么上网 什么如果人 召集这么多人来 对 你不是趁机 发放一些商机啊 什么好消息啊 你不是浪费了这个 这个场合吗 对不对 婚礼有几千人啊 当然是要发布好消息 我上次又多这么一个 所以有个词啊 叫义 有个词叫义化 事物的发展规律 就是义化 就是最后变成了 另一个东西 对呀 什么事都是最后变成另一个 对 爱情在哪里 然后会什么到最后可以 爱情跟婚礼 跟结婚都没关系 没关系 一直误会 你看这个字 婚这个字 女字旁一个婚 婚了头了 婚迷了 女婚 不是男婚 香江才子 香江才子就告你了 这老祖宗啊 早就遇见今天这个状况 结婚结婚都是婚了头 婚了头 对不对 整个社会历令制婚 所以那个婚礼就是这个字 我们中国文 象形文字多有智慧 那您这意思 你想一风一俗吗 这个很难 很难 因为这个基因里头是这样的 没办法 怎么叫基因里头 就是几千年这个风俗下来 我们也在风俗里 别笑人家风俗 我们也在这个风俗里 到时候也想要结婚 想得办个仪式 就是一样是个风俗 对不对 那个诗经里头都都这么讲好的了 这个 我们以前这个三书六礼 婚姻都叫六礼 要纳财 要纳吉 对不对 就是要有多少钱 这个嫁妆 什么 你看到印度 印度每年 你看新娘子过门 嫁妆不够 后来被那个婆婆 他们那个夫家 活活烧死的 打死 每年几百起 所以我们中国 至少 所以你不给女儿花够钱 她到国家受气 受气 是吧 这个习俗 您觉得是 为什么来源 为什么 女儿就这样 咱们现在 是现代的风俗 女儿是摇钱术 对 对吗 什么古代的风俗 所以这个就基因不一样 我们中国 还看对女 女的就是说 还是比较尊敬 因为呢 也是传宗接代 对不对 但是就印度呢 这个可能 这个印度教 再加上这个伊斯兰教 尤其在伊斯兰教 这个地区 女生基本上 没什么地位 她不是只讨议访的话 反正她 你也不是那么唯一 对不对 你不要 我还有更好的 我还有下一位 那才该移封 这还合法 移封义俗 新疆是不是 也可以不讨议访 你现在是彻底想把人家 变成想要的 有些习俗 进疆没法延续下去 只能在地下 肯定是在地下延续 怎么这样 我觉得 你是等一下赶飞机 其实是要去进一讲 现在你知道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